10月26日,星期二晚上也是第倒數21集的《惡魚談》 大家應該都知道,如果你在香港生活 接下來下個月的1日開始 你去任何政府的大樓、辦公處所 What so fucking ever都好 你都要準備你的智能手機 然後一定要有這個程式 安心出行,也有叫這個傷心出行 你只可以進去做你應該要做的事 換句話說,你要去交稅、續牌 申請這個driver license 去圖書館好像老鵝那樣找資料 又或者去急箭室裏幫你的痔瘡、止血 去稅谷交稅也好,進去警局報案也好 你都要進去法院旁定 做陪審員、什麼賊都好 你都一定要有這個安心出行 你只可以令你就可以進去這些地方 當然,很多市民都重聲一吵 說吵你的老母,又再擾民 這樣的情況 東方日報當然也是出了文章 就是吊賊政府 又說這個吊賊,安心出行 這個吊你老美的暴政 又在搞搞香港市民 又在擾民 講一個親身經歷給大家 當然了,我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沒有這個傷心出行 在我的手機裡面 現在接下來要強制 我還是要想一想辦法 或者是否真的不去政府的場所 好話 在上個星期 我就吊你了什麼 乘搭到尾班車 希望都可以趁這個007 吊你了什麼 no time to die 下話之前也要進去看看 你也知道 拿這麼多東西做 吊你的老兵 那天就趕進去數碼港 看這個007 當然我們也沒有這個安心出行 被迫著填紙 遲了幾分鐘開場 哎,你老婆 大家都知道 007這些大片 傳統以來 開頭的幾分鐘 就最緊張 最緊大刺激 最大陣仗 那樣的情況 全部被他阻一阻 又要填這個日期 又要填什麼 又要填七 吊你了 一時之間 控制不了自己的EQ 大聲在戲院大堂說 林鄭月娥,我吊你了好不好 好,這樣就 誰知道 要換到 吊你了經理 和這個票務員 大聲一起在這裡 就是拍了手掌 那你大家都知道 吊你了 吊你了老兵 這個混蛋 要你去到哪裡 都要交出你個人的資料 是多麼麻糕煩 當然 現在在香港裡面 這樣的疫情的情況 本地裡面已經沒有什麼 這個確診個案 嚴格上來講 吊你了老兵 就是基本上 就等於吊你了老兵 你已經匪語所講的 所謂的清零 這麼久都沒見過 本地的這個 爆出這個社區的這個疫情出來 林鄭月娥 還有那些 那些 陳兆史 陳姑娘的團隊 就算你在什麼東西的地方裡面 又要封區 又要強制這個檢查 也都吊你了老兵 驗不出這個 什麼東西都驗不出來 全家屠 你現在又要突然之間 在這個疫情已經是舒緩著 還要吊你了什麼 好像梁匪振英所講的 加大力度 要全部香港的人 吊去哪個地方 都要吊你了老兵 就是 絕對話說 當然就是不想明白 背後的動機 為什麼去矯枉過正 在令到人家 這個每一天的香港 這麼急速步伐 這麼多事情搞 不想有空去死 正宗 實情是否這樣呢 大家如果有熟讀書 都知道安心出行 是做什麼東西用了 只不過是你個人 自己自願地去過什麼東西的地方 紀錄它在案 但是 如果你去過的地方 曾經有人舔過東西 你這個apps 就會通報你 讓你知道 原來董先生 你14天之前 你曾經去過深水埗的立基樓 而立基樓 似乎有瓢 感染了這個 吊你後來安心出行 然後之後 Sorry 這個武漢肺炎 還弄了招 建議你快點 吊你後來 去這個社區 這個測檢中心 染染你 會不會在立基樓裡面 惹到這個 中國武漢肺炎 這樣 這個apps 也不會記錄你個人的資料 也不會有你這個 做過檢測的紀錄 又沒有這個針卡 就是你打針裡面的record 也沒有 也沒有這個GPS的追蹤功能 其實老實說 根本對這個 吊你老母的防疫的功效 根本上是吊你老母的等於零 再加上很多市民 吊你什麼 好像小弟那樣 刁民 不肯肯安安 這些東西 又或者是填紙仔 那時候 吊你老母的虛報資料 又或者是用假的 安心出行的這個apps 其實根本在一年裡面發展之後 就算你升級了十多次 是不是 這麼多人都在賤你 不管你的情況之下 香港也沒有爆發 這個大型的情況出來 究竟你這樣做 其實真的等於隨虎放屁 吊你老母多此一舉 又或者是吃法國大餐 多夠魚 吊你老母 是不是 這樣說 當然市民就吊吊聲 也有很多市民就說 喂 有沒有搞錯 你這一招東西 擺得到明就是數碼其事 香港裡面有很多人 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智能手機 你要那些用2G 或者吊你老母 甚至3G都沒有的 這些吊你老母 手機的情況之下 那怎樣搞呢 吊你老母 當然他說 12歲以下 還有65歲以上的 吊你老母 有這個豁免 又或者你的殘疾 即是不方便 用這個安心出行去dupe 也都可以豁免 但是你老母 你一定要填字仔 姓名日期 吊你老母 ID卡頭 四個字加上Digit 還有你的聯絡電話 你也要寫在這裡 那樣的情況 我又真的很不想明了 如果你要這樣去做 這些人不肯通 又不肯會帶菌嗎 難道65歲以上的 就不肯會中招 吊你老母 他身體裡面沒有carry 這個中國武漢肺炎的病毒 通街走嗎 那為什麼他們又吊你老母 不肯洗呢 其實根本呢 這件事跟大家說 那些事情的邏輯都是多咎如的 現在還有很多無家可歸的老宿者 而這個數據也顯示 過去這一年裡面 七年裡面 而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士的老宿者 其實香港這個時期 真是吊你老母在這個臘肉 能得來橡皮黨的 這個無瓜可歸的 這些homeless people 吊你老母7年以來 已經是上升了一倍 百分之一百 其實很難多人 就吊你老母要露宿街頭 電影都可以拍了 吊你老母 密難民 吊你老母 那些人 躲在一些 吊你老母的橋底 好像我們的黑股勒凸 這個左衣絲 那樣 又或者 吊你老母 寄縮在24小時營業的地方裡面 蹲蹲蹲 揭一揭 還要用一些政府的公共浴室去洗澡 那 吊你老母 我沒有這個智能手機 我用這個手機 不肯是這些什麼 吊你老母 有高科技的 吊你老母 只是打電話給大家出 打入 又沒有這樣的程式可以下載 吊你老母 我不是鑑山在街頭裡面凍狗死嗎 當然 林鄭月娥就癡之以鼻 就說 沒有可能的 香港裡面 怎麼會沒有人 吊你老母 又沒有這個智能手機 吊你老母 我們 幾個富有 幾個吊你老母 有無敵的國安法之下 吊你老母 我們欣欣向榮 實踐這一局的一國兩制 從未如此 吊你安定帆榮哥 總之我覺得 香港 怎樣啊 吊你老母 這樣 吊你老母 但是這個連廁紙都不知道在哪裡買 八達通都不懂得用的臭蟹 吊你老母 你當然不知道 香港10歲以上的人士 有50萬的人 是沒有智能手機的 臭蟹 混蛋 你吊你老母 你叫他們怎麼搞 你是不是政府 吊你老母 現在每人 發放一部 吊你老母 的智能電話 沒有人是華為 或者是小米 一定要吊你老母 不僅是三宿 就是吊你老母 的蘋果 可能多些人 就會吊你自願 拿你的手機 然後跟著下載 這個程式 都未定了 但是當然 現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究竟 何謂一個政府大樓 就是你apply 到什麼 到目前為止 這個定義 都還沒有很清楚 據他了解 現在 吊你老公 要公立醫院 一定要吊 法院 也要吊 公立的學校 也要吊 公立學校 吊你老母 如果校規是不准 帶手機上學的 我不准知道學生仔 吊你老公 又或者是 入學校之前 要關機的 這樣怎麼吊 你老母 好了 跟著 吊你老母 這個狗鬥 鑰匙 警局 院 當然 立法院 體育館 游泳池 是吧 天上公館 等於公廳 你有沒有會不會 要吊出這個 安心出行 怎樣 那樣 用… 如果不小心 急事 我又沒有戴手機 人家放在公司 有些人買兩樣東西 突然有急事 哎呀,附近有個公廁,走過去 逼你這個街要安心出行 我電話頭在公司怎麼辦呢? 糟糕,是不是即場賴屎? 那你去中環裏面 很多這些公廁 其實就說是公廁 其實就是來釣魚的 很多叔叔 很多的好過美的 農洋之癖的老友基 在那裏找朋友 親密相聚的 在殘廁裏面啪啪啪的 李老兵 糟糕,那些叔叔 如果又沒有這個安心出行 糟糕,又釣不到魚 就隔不到劍 糟糕,還可以吹,不能玩玩玩樂器 那怎麼搞呢? 但是話雖如此 如果連公廁都要你 strictly follow 要把這個安心出行 進去爆石 糟糕,拿水搞機 這個隔劍 這樣搞法 糟糕,你外面是不是一定要擺一個所掌? 糟糕,那是不是公廁? 沒有這些公廁 是不是要黑警 糟糕,又或者擺件 糟糕,又或者警察 在藍廁門口 看看你們這些傢伙 有沒有安心出行 那你就真的糟糕了 那不就是找人來玩呢? 再退一萬步 一個不小心 糟糕,搞長沙 糟糕,同事帶漏了我的手機 糟糕,你不要要訂去ER 在急証室 哎呀,糟糕你老母 我沒有我的手機 我都不想到安心出行 我就是糟糕,搞長沙 糟糕,搞痛,搞糟糕 是不是? 就是所有的事情 根本就不想明 在現在這個疫情 香港已經是平穩 香港已經是糟糕了 糟糕了 搞得這麼乾乾淨淨 你大陸就說搞得 糟糕了,沒有清零 很厲害 世界一枝斑 是不是? 你放下來的人 不肯使去查檢 信你糟糕了 糟糕了,糟糕了 糟糕了糟糕了 那些對外進來的 又要十九七、二十九幾天 又要靠離 溪水不漏 糟糕了,糟糕了 糟糕了 在氣餅 instrument 都找到出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麽還要 糟糕了 將香港全家屬 每一個的市民 幾百萬人 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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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ravam 真是不夠明 接下來12月19日的投票日 在一個完善的選舉制度之下 620個投票站 你老母親進去 原來都是要安心出行 在竹高灣裡面 可以投票 但是在這些防疫酒店裡面 就投不到票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老母親進去投票 又要安心出行 如果我不想安心出行 我就不能投票 那是不是我沒辦法 把我神聖的一票投給 全部親共親建制的 這些候選人 因為沒有其他的 反對派給我選 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唯有要局投建制派 但是你又要安心出行 又不能強制 我可以不想 但是不能進去 換句話說 我就不能投票 邏輯在哪裡呢 那就是你想想 所有的事情 都是急就商 根本就是 想不想清楚 有很多的公認 想想到就要做 這些就是人質 這些就是在議會裡面 沒有人去抵抗 你老母親 真理越辯越明 是吧 全家屬 你老母親 現在就算你 刺到這樣 安心出行 就算你自己確診到 根本對防疫 就沒有幫助 衛生局根本就找你 不找到 是吧 你在哪裏也認識 你不找到 是吧 你老母親 那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根本就是多鮑魚 是吧 你老母親 多此一舉 找人來搞 無他 你老母親 有些人博連任 或者博個政績 博他有多desperate 去防疫 就找你這幫 七百幾萬的香港人 你老母親 我不管你們 有手機也好 沒有手機也好 陪他一起做場 大龍鳳 風火氣諸侯 你老母親 彈球搏 北邊的坦記一笑 是吧 看看我多厲害 你老母親 忠心於你 你交代下來的差事 我奴民相財也好 妖民也好 甚至七百幾萬人齊聲 我老母親也好 是吧 我都要照做 是吧 做場大龍鳳出來 要交公職 是吧 說出他有多厲害的中心 有多厲害的desperate 唉 你老母親 你搞這麼多事做什麼 你要這樣做 我說真的 破解你又有多難 買一部的 你老母親 空機 買一部二手機 刪除了裡面 什麼東西的資料都沒有 然後就 走去鴨寮街 趁2023年 SIM卡都還沒實名制 插了進去 然後教這個 你老母親 的飛行模式 跟著去去去去去去 你又追我 又找我 又找我 空機 你怎樣去搞 不過實情 當政府 帶頭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也都已經 發出了一個訊息 給其他所有的 這些私營機構 是吧 給這些私營機構 換句話說 你們都要跟著我追蹤 其實這件事 很多的酒店 大餐廳 富貴的場所 已經想要你 全家產 我不想要你填紙 你一定要 安心出行 才可以進去 某大酒店裡面的大酒樓 已經迫勾住了 大家要做這件事了 換句話說 之後你去看電影也好 你去你老母親唱歌 OK也好 吃飯也好 全部都是跟著這一個方向 你 天天在排隊 最可憐就是 你老母的公務員 有一個案例 假設你在灣仔的政府總部 你老母上班 去下面的政務大樓的大門 首先又要填一個 安心出行 你七樓 八樓 九樓 十樓 全品部的不肯同的部門 也有第二個QR Code 又要填夠多次 回到這個公司之後 又要打卡 你老母的關卡 一個不肯故意 之後將來要放這個 陷家產午飯 你又要去七仔裡面 買包煙 又要填 跟著你老母去老蜜裡面 又要填 剛剛醒來要幫老闆買個 一哥豬扒飯 又要去 你老母大家樂 又要填一下 回到大廈之後 你老母又要大堂填一下 上去八樓 你自己的部門又填一下 回到埋位又要打卡 你老母 這個變成了打卡人生 真是神經病 在香港裡面 越來越多荒謬的事情 大家做了 不要問為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最可笑的就是 政府要你這樣做 而你在不知道為什麼的情況下 你也是要被迫做的 搞這麼多東西 托拆什麼 學歐歐陽台掌 那貓這麼多樣 幫他加入晶片 檢查他去哪個地方 就可以了 我能夠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 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 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塊QR Code 幫幫我們繼續撐下去 多謝各位